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 照片上的帽子和衣服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但是不久为了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 毛泽东便主动告别了这顶坠着红星的八角帽 1937年8月22日 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改编红军的命令 于是朱德换了军帽 彭德怀也换了军帽 红军将领和士兵全都换了装 连军旗也换了 对此 毛泽东是怎么想的呢 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这篇文章中 我们找到了答案 毛泽东说 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国内两个政权敌对的状态 这是一种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 实行这种让步是为了去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 民主和抗战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形成以后 国民党不得不解除对我闪甘宁边区的封锁 向往延安的有志之士和大批知识分子分治踏来 毛泽东说 毛泽东一贯主张 干革命 打日本 既要靠枪杆子 也要靠笔杆子 毛泽东敞开了心扉 同知识分子广交朋友 赵军到延安一共两次 第一次是1938年 从零分民族革命大学步行到延安的 走了二十多天 毛主席知道他是写八业乡村的作用很大 另外也知道他是鲁顺先生的学生 所以特别想见见他 就派他的秘书叫何培元说你去请一请小军 小军那个时候特别年轻啊 他有点傲气 要是一般人的话 毛主席请那是特别高兴啊 马上就去啊 他就不 他说他跟那个何培元说呀 我是路过 我待不了几天 我马上就要到游击队去打游击去了 秘书回去跟毛主席一说 毛主席亲自第二天就到旅馆来看小军来了 这就使得小军啊挺惊讶的啊 主席真是礼贤下誓 所以特别受感动 也觉得非常惭愧 第二次呢就是40年了 刚到延安的时候呢 非常高兴 跟吴文学的同志 好多作家 他们都合作得非常好 后来啊有些小矛盾就产生了 观点不一致啦 或意见不一致啦 弄得挺不愉快的 所以小军就想走了 就去向毛主席辞行去了 主席就说你自管说 对延安什么事情不满意 你都说出来 我好知道 你为什么要走 因为人们奔延安来的 没说要走的 所以小军就把肚子里的话全说出来了 在那天谈了以后呢 为什么没走了呢 因为主席特别诚恨 善意 所以他说好吧 那我就不走了 还留下来 那时候他就问主席 咱们党有没有文艺政策 定了没有 主席说哪有功夫定啊 现在正打日本 还没有来得及定一个文艺政策呢 1942年春 毛泽东专门抽出一个月时间 同文艺工作者广泛交换意见 了解延安文艺界当时争论的一些问题 这年五月 毛泽东和中央宣传部部长凯峰 联名发出请柬 请来近百名作家 艺术家和有关部门领导 在杨家岭座谈 在这次座谈会上 毛泽东做了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次会议和毛泽东的讲话 成为中国现代文艺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1942年七八月间吧 我在解放日报呢 画了一张漫画 可是现在原稿也清没有了 这张漫画呢 题目就叫1939年的延安之书 这位画面上呢 就是画了一两根 大概可能就是一根两根树杆吧 都就死掉了 毛泽东就讲 他说我看到 看过你那张漫画 他说植树 不好好的植树 不管你它 这是可以应该执行的 也就是说可以讽刺 但是他说 你这个题目呢 是三延安之书 它延安很大呀 到底哪个地方植树 不好啊 他就举了个例子 他比方说王家平 比方那个地方植树不好 那就应该写上 燕南王家平植树 而这样子就知道 不是延安通通植树不好的 所以后他就举了两个 关系的问题 第一个呢 他是应该注意这个 个别和一般的关系 另外呢 他就是应该呢 注意局部和全局的关系 所以我想跟毛泽东这段教导呢 对我这种 以后的漫画 少还能够偏连性的那种错误 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一直同知识分子 有着广泛的联系 建国后 他还进一步提出了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 以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毛泽东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这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1941年 抗日战争进入最严酷的岁月 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 难以维持党政军机关庞大的开支 这年11月 一位开明绅士李鼎明 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了 精兵减政的提案 引起争论 有人反对说 抗日战争正是紧张的时候 精兵就不能发展部队 减政则很难巩固我们的民主政权 精兵减政会削弱我们的力量 有人因为李鼎明是党外人士 甚至怀疑他的动机不纯 毛泽东看到这个提案后 给予了充分肯定 把他抄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 还批注说 这个办法很好 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 官僚主义 形式主义的对政要 在这次会议上 李鼎明先生被选为 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 左倾领导者 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 搞得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 曾给党的事业带来极大的损害 那么毛泽东又是怎样做的呢 张文天 王驾祥 这两位党的领导人 在中央苏区 曾经拥护过王明 左倾教条的错误主张 1934年10月 他们和毛泽东编入一队 踏上了长征的路途 到长征楼上呢 他们三个人也在一起 所以这个时候毛泽东西 有一时都工作 那个时候毛泽东西 孤军奋斗手都不掉了 因为毛泽东西那个威信 不是后来的毛泽东西 那个时候是被打倒了的 有减机会军业 所以这样子的时候 他就争取力量 所以他看中了王家墙 看中了张文天 张文天呢 这个人也是比较实实求是的 他看中了 他说毛泽东西的影响是很深的 所以他后来忠心地应付毛泽东西 这个是他跟我讲的 他说毛泽东西是有学问的 他说他得中国特别了解 他打仗也是有经验 他能是大出来的 没有经验就硬定他这个东西是错误的 他自己后来很深刻见到他的错误啊 所以这到了审美以后啊 许多问题 不是毛泽东西来也就是他去 两个人只是商量 配合得非常好 郑州区开会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姚东的开啊 因为张文天负责嘛 一开会的时候啊 他讲的一些发张文天这个人 就把这些东西整合进去 他就说张文天是青天啊 名句他就给我写的一些诗 我可是没记起来的时候 他就这个红柳天子李三郎啊 不爱江山爱美人 他就现在就当今了 就去他是房地啊 当今了又爱江山爱美人 我说毛泽东西不要瞎瞎 我才不是美人了 他这个他他他他就开玩笑了 以后他就是喊他的房地 喊我叫喊娘娘 结果我这个娘娘的门子后来都开来了 后来正当我们才批判国家教育人错误 张文天也认识这个错误 大家认识清楚了 所以其他是团结的非啊 大家心情很虚畅 他对这些人也变成团结啊 都还当真是个卫养 都这样卫养 他真是不真人啊 那时候现这些万民啊 那时候血居不善的 大家都是很欺负 毛主席说了的 万民他们呢 他是代表小资产结局的这么一部分人 中国小资产结是蜿蜒大海啊 我们现在呢 这一部分人还有团结 毛主席在这里边 照了有三条 就是外面他们跟我们的棍团之间 一个棍团之间呢 就是达到第一个队 一个来就达到国民团 一个来是土地盖 在选举之间呢 他奉不其他的人啊 到各个代表团都做了舒服的棍子 说团结对我们有利 五湖四海 在做了这些棍子以后 到底能够选上选不上不知道 选举完了以后 大家都跑了啊 就留下一个铲票的人啊 那时候铲票也不见得 现在按个电影 有大事就计算出来 那这个只能画一个镇子 一票 两票 三票 四票 五票 要镇 画那个字 毛主席一个人做到的 一个主席台下不登 不登 奇怪啊 这个人老婆主干什么 所以也有人看 就等着 毛主席等着个票啊 一个缠一个 一个缠一个 缠一个缠一个 最后万门的票 已经过了半数一票 毛主席站起来 很轻声地停住了 有种声音乐 没关系 在不需要 都能迫不可 能吃的 有种声音乐